HELLO 大家好我是Apple 今天這支影片呢 就是大家敲碗已久的好書推薦 喔 我已經好久好久沒有拍這類型的影片 因為其實我看書真的非常的慢 所以每次當我買新書到看完的時間 有時候可能拉了半年甚至一年這麼久 就是我是一個很沒有辦法在短時間內 把一本書看完的人 然後本來這個系列是沒有想要再拍的 只是因為我最近就是時不時會在IG上面 就是現實動態分享我最近看了哪些新書 然後看到不錯的句子我可能就會拍照啊 然後跟大家分享 於是呢就非常多人敲碗說 我能不能夠就是在拍好書推薦這樣 然後今天這支影片本來其實要介紹 大概我近期讀的三本書 但是因為我昨天在做功課的時候 發現光第一本書 我就覺得我可以講一集 所以今天這集呢我想說 我就好好的來分享一本書 然後順便也幫大家做了一些重點整理 然後最後呢會有一些我讀書的心得和大家分享 OK 那成如標題所言呢 今天要跟大家推薦的就是這一本 蛤蟆先生去看心理師 然後這本已經不是新書了嘛 這本是2022年就是去年出版的書 然後那時候就已經受到蠻多人的好評了 只是我一直沒有時間好好的看 然後我每次去書店的時候我就會翻幾頁翻幾頁 然後我一心一意想說 我在書店就可以把這本書看完 我應該不用買回家 結果大錯特錯 因為每一次你也知道就是看了一點看了一點 你下次去看就不會記得啊 所以我後來前幾個月我就認真的想說 好我就把它買回家 我就是認真的細讀 結果看完之後真的好險我有買回家 因為這本書我真的大推特推 我覺得這是每一個想要稍微了解大眾心理學的人 都必看的一本書 那這本書如果大家有稍微就是爬過一些文 或者是介紹的話就知道 它其實是一本在講心理學的書嘛 那主角呢就是這個蛤蟆先生 裡面全部都是動物這樣 裡面所有的角色都是動物 那蛤蟆先生有一天就是得了憂鬱症 所以他身邊的好朋友們呢就建議他去諮商 所以這本書呢就是蛤蟆先生去諮商十次的這個心路歷程 然後因為他寫的就是很像小說 就蠻像故事的感覺 他不會很深意的跟你介紹心理學 所以就一下就看完了 這本書就是看似很簡單 但其實裡面要談的東西我覺得蠻深的 所以我今天就想說來分幾個段落 來跟大家分享一下這本書 到底哪些部分是值得看的地方 我覺得認識情緒這件事情真的非常重要 因為其實我呢算是一個情緒起伏非常大的人 然後我的易怒指數蠻高的 我如果稍稍有一點點不順心 我是那種很容易不爽很容易那個怒氣會突然這樣砰火山爆發的人 然後我這麼多年來我一直在學習一個課題 就是如何去控制我自己的情緒這樣子 可是你知道情緒來的就是很難控制 所以這本書呢 如果你跟我一樣這種稍微情緒障礙的朋友 我覺得這本書真的是你的救贖 他就會告訴你你的情緒是怎麼來的 然後以及你要用什麼方法去解決你這些情緒問題 所以我個人看了又非常喜歡 就覺得如果你們跟我一樣有類似的狀況跟問題的朋友 就是真的可以去買這本書來看看 然後因為我個人本身呢也是有去諮商過的經驗 諮商師非常愛問你的問題 就是你現在的感覺如何 我跟你講每次到這個moment的時候我都好難表達 我都在想說我是生氣還是我是憤怒還是我是難過 還是我是怎麼樣 我有時候就是會覺得我很難確切的 把我現在此刻心裡的感受就是告訴這個諮商師 那哈馬先生在諮商的過程中呢也不斷的被問到這個問題這樣 那他一開始跟我一樣就非常的confused 他就會說沒有我就是覺得很難過很憂鬱 我不知道怎麼回事這樣子 那這本書呢就慢慢的帶你去認識為什麼人會有這樣子的情緒 就把人呢分成三個狀態 首先第一個狀態呢叫做兒童自我狀態 那兒童自我狀態呢又分成自然型兒童跟適應型兒童 就是情感呢其實是與生俱來的 我們一出生呢就知道要怎麼快樂啊憤怒啊悲傷啊恐懼 就這些情緒是我們從一開始出生的時候我們就知道的 那適應型兒童是什麼呢就是在你成長的過程中 你會接觸到的什麼就第一個接觸到可能是你的父母 那你就會受到你父母的影響 於是你就會產生一些應變措施 那這個部分呢他就是提到說因為嬰幼兒無法理性 而且有意識的去思考這些問題 所以呢他們會從經驗中學習 那這個呢就會產生我們未來生存的策略 所以呢其實每個嬰兒他會調整他的基本行為 來應對自己所處的初始狀況 那這種調適呢就成為日後成長與發展其他行為的基礎 所以等於是說我們的這個兒童自我狀態呢 其實是我們日後所有情緒跟行為的一個基礎 大概什麼時候會處於這個兒童自我狀態呢 比如說我聽到什麼詞我可能就會突然出現恐懼 比如說我聽到考試我就會 天啊不要我不要考試有沒有 我聽到某詞我就立刻會有反射動作跟行為模式 這個呢就是我們處在一個兒童自我狀態底下 所以兒童自我狀態呢是不分年紀的 一個人不管年紀多大呢 隨時都是有可能處於兒童自我狀態的 那第二種狀態呢就叫做父母自我狀態 因為父母呢其實對我們的影響非常非常的深遠 所以當有一天呢你發現你越來越像自己的父母的時候呢 你就有可能會處於父母自我狀態了 那其中一種狀態呢是挑剔型父母 比如說他就是很容易批判你啊很容易指責你啊 那另外一種呢就是審判型父母 父母的狀態呢就可以想像成一個法官 那他的職責呢就是指控別人以及幫人定罪 好那以上這兩個自我狀態呢其實都沒有錯 就是你偶爾呢會處於兒童自我狀態 或是你偶爾會處於父母自我狀態呢 這都是非常正常的 所以書中也告訴我們就是不需要驚恐這樣子 就是偶爾人是都會處於這個狀態底下的 但是呢如果你長期處於某一個狀態底下呢 你就非常的容易被他制約 而且你的生活跟情緒呢都會受到他影響 那這個時候呢就會變得非常的嚴重 這也就是為什麼這個蛤蟆先生呢 長期處於這兩個狀態底下 他呢就必須要去找智商師的求助 這樣子那現在呢就要來提到一個最重要的 就是成人自我狀態 成人自我狀態呢指的是我們可以理性不情緒化的方式 來處理我們當下真實發生的狀況 所以在處於這種狀態底下的時候呢 我們的所有知識技能都是派得上用場的 因為在前兩種狀態底下呢 你的行為是完全不需要思考 就知道怎麼說怎麼做的 簡而言之呢心理師呢就讓蛤蟆先生在這個智商的過程中呢 去告訴他說人類呢有這三種自我狀態 那知道了這三種自我狀態之後呢 我覺得就能夠稍微比較理性的去看待自己的行為 那這本書呢我最喜歡的地方呢 就是他後段這個成人自我狀態的時候呢 有討論到關於憤怒這件事情 他說易怒的人是故意要發怒的 是自己選擇了這個角色 然後呢這個蛤蟆先生就說 啊或許是有人故意激怒他們啊 你知道因為很多愛生氣的人其實就覺得 我不是愛生氣是因為有人惹我生氣 如果你們都不惹我生氣 我怎麼會生氣對吧 所以這個時候呢心理師就告訴他說 其實我們的感覺都是我們自己選擇的 是我們自己要選擇生氣或悲傷的 我那時候看書看到這裡的時候呢 我其實心裡跟蛤蟆先生提出一模一樣的問題 就是人內心的痛苦與折磨 其實完全是來自於自己的選擇 而這個潛意識做出的選擇呢 就叫做制約反射 那書裡面呢就提到了一個 俄國的生理學家巴洛夫著名的研究 就是說狗狗只要聽到鈴聲就有食物吃 所以之後呢他就會把鈴聲跟食物連結在一起 所以之後狗狗只要聽到鈴聲 他就會習慣性的流口水 所以狗狗呢從此呢就將這個習慣產生的連結 並且受到他制約 最後就完全無法克制自己變成自動反應 OK那蛤蟆先生在這一段的時候 他情緒就變得有一點激動 他就一直不停的反問說 既然無法避免這樣做就不是我們的錯 不能怪我自己陷入憂鬱生氣或悲傷的情緒 那到了這裡呢已經是諮商的最後環節了 所以心理師最後呢就反問這個蛤蟆先生說 好那你現在這麼不開心 你這麼憂鬱生氣憤怒 你覺得這一切到底要歸咎於誰 這輪魂拷問 然後於是他就開始啪啪啪啪啪啪講說 喔就是要怪我的父母啊 就是從小因為我的父母就是對我很嚴格 然後什麼都不能做什麼樣對我怎麼樣 所以我就是一直不停的壓抑我自己的情緒 導致我現在就是變成一個很容易責怪自己的人 然後也要怪誰誰誰啊 可能怪他其他朋友這樣 喔一定要怪他誰誰誰啊 要不是他一直貶低我或什麼之類的 我就不會覺得很憂鬱啊 我就不會覺得很受傷 我就不會情緒受到影響 他就開始不停的滔滔不絕的講 可是你就會發現講完這些以後 你到底要怪誰 因為責怪別人就是回到了兒童自我狀態 所以呢我覺得這麼說非常厲害的點 就是最後呢這個諮商是讓蛤蟆先生 又繞了一大圈以後 突然get到說原來他過去這麼不開心 這麼憂鬱的種種行為 是因為他處於兒童自我狀態 或是處於父母自我狀態 因為責怪別人很容易嘛 我責怪別人的這個狀態底下 我就是回到了兒童自我狀態 那要怎麼樣才可以讓自己 大部分時間都保持在成人自我狀態底下呢 就是當你發生事情的時候 你要停下來問自己 那如果是我處於成人自我狀態的時候 我會怎麼做 我適當的反應應該是什麼 所以最後呢這諮商師就建議蛤蟆先生 試著管理自己的情緒 成為一個高情商的人怎麼樣 好所以書中呢最後一part呢就告訴你 高EQ的人是什麼樣子的人 其實高EQ的人呢就是有高度的自覺 了解自己的情緒 他們可以管理自己的情感 能從悲傷與逆境中再站起來 最重要是他們可以控制衝動延緩滿足 從而避免倉促而且考慮步驟的決定與行動 OK 說了這麼多 好像聽起來很生硬對不對 但這本書完全沒有讓你有這種感覺 那真的是因為我今天要拍這支影片 我很認真地整理之後呢 才發現喔原來他是在講這麼硬的東西 可是其實他裡面就是小說 而且他裡面的主角都是動物 所以其實在看閱讀的過程中 其實是非常有趣的 然後真的非常淺顯易懂 讓你不知不覺的就是說 喔原來是這樣 喔原來是這樣 所以其實我還蠻喜歡這種小說 或者是對話形式的書 因為他們真的就是用比較輕鬆的方式 去帶你了解比較艱深的詞彙 或者是定義 那我前面也有講說 我很喜歡這本書呢 就是在後半段在討論這個 憤怒情緒這件事情 確實在那一段 我真的有當頭幫和的感覺 就是原來所有的情緒 都來自於我們自己的選擇 其實這張書裡面也有提到說 如果不是有人拿刀架著你 或者是我們有什麼 你知道他說什麼 有什麼外力電磁波 植住你的大腦 否則你為什麼要這麼做 就是你為什麼要生氣 你為什麼要暴怒 為什麼這句話你就會聯想到生氣 為什麼這個行為就會讓你聯想到憤怒 或是為什麼 誰做了什麼事 或發生了什麼事 會讓你覺得很難過 很傷心 很走心 為什麼 為什麼 他就不停的反問為什麼這件事 因為我是習慣睡前看書的人 我看完這一段之後 那一晚我幾乎睡不著 因為我就一直突然反思說 對我這麼多的情緒反應 最後其實都是我自己的選擇 如果我願意成為一個高情商的人 我能夠進入這個成人自我狀態 在每一次要產生情緒行為的時候 先停下來 然後思考 對思考一下說 好我現在要去生氣了 會有什麼結果 這件事情來了之後 我難過憂鬱悲傷 會有什麼結果 這樣子的情緒 對我有什麼好處 這樣的情緒 是不是會讓我回到兒童自我狀態 然後當我指責別人的時候 當我不停的跟人家 因為你知道我還喜歡辯論 你知道嗎 我覺得很愛跟男友辯論 或是很愛跟我的員工們 就是說 欸不對你就是怎樣 你就是怎樣 欸你是做錯了啊你什麼什麼 我就覺得 我好像時不時也會處於這個 父母自我狀態中 那我覺得這本書 真的就是幫你找到解答 幫我啦幫我找到解答 因為其實這麼多年來 我每一次在處於一個狀態的時候 我其實也都會想說 為什麼我會這樣 是因為我小時候怎麼樣 所以導致我這樣 因為我的成長過程中 我的原生家庭 還是我的過去的工作經驗 導致我現在成為一個這樣的人 就是我每一次在發生事情 或發生情緒的當下 我也都會一直不停的反思問自己 那直到我遇到這本書之後呢 就是給了我一個很完美的解答 就是原來人呢 會處於這三種狀態底下 而且時不時呢 都會在這三個狀態游移 這是非常正常的事情 所以這本書呢 算是開啟了我一個 崭新的世界 開啟了一個大門 讓我一個崭新的世界 去更認識我的情緒 以及我的行為 所以如果呢 你還在觀望這本書 別觀望了吧 就買了吧 這本書我真的覺得是 每個人都一定要看過的一本書 就最基本去了解 人類有這些狀態 然後進而去理解 人類的行為模式 其實我之前呢 也很常拍片跟大家講說 就是我一直在學習 有同理心 換位思考 一直想說去站在別人的角度 去思考說 為什麼他會有這個行為 為什麼他會說這樣話 他可能不是這個意思 他可能是怎麼樣 可是呢 有時候你會想 我就不是他 我到底要怎麼設身處地 而為他著想 我就不是他 當我換位思考 站在他的角度的時候 我怎麼會知道他在想什麼 所以這個時候呢 如果我們有這個理論 我們基於這三大自我狀態 我們或許就可以 從這三大自我狀態去想 啊 他現在可能進入了 兒童自我狀態 所以他情勢有點波動 OK 沒關係 我們讓他坑擋下來 我們先讓他冷靜下來這樣 所以我其實 會覺得這本書 對我蠻有幫助的 尤其是我 看完了一遍 然後今天為了拍影片 我昨天又很認真的把 這本書大概的翻了一下 然後整理出重點來 我又覺得我自己就是增進了非常多的知識 所以呢 也非常開心能夠分享給大家 希望如果你最近沒有書要讀 也不知道讀哪本書的話呢 這本書還沒看過的朋友們 這已經是去年的書 你已經落伍了 跟我一樣啊 但是呢 都還是可以買回來看 這個蛤蟆先生去看心理事 我本來是非常的喜歡 非常的推薦 好吧 好的 這支影片呢 果然如果所料非常的長 那我先預告一下 我下一本要推薦的書 是這一本就是 上野教授教教我 從零開始的女性主義 這本其實是我更早看的書 比蛤蟆先生還要早這樣 但是因為蛤蟆先生 太突然敲完了 所以我只好先拍他 然後因為這個關於女性主義的書 所以我可能要做的功課比較多一點 所以大家再給我一點時間 我希望我短期內可以趕快拍完 然後這本書 我先講結論就是非常好看 很推薦 因為它是對話錄 然後非常淺顯易懂的 帶你認識女性主義 所以如果你對女性主義有興趣 但是你覺得有些東西 對你來講太艱深的話呢 那我非常推薦 就是先從這一本入手就可以了 那大家也知道 上野千赫子教授呢 是在日本非常有名的 女性社會學家 那他的其他著作呢 我目前正在看 因為我現在正在看的是 他的始於極限 但我真的覺得 他比較難 所以如果你想要初階 先從最初階 認識女性主義的話 我個人非常推薦這本書 那如果有空的話呢 我就再拍影片 來跟大家分享 那以上呢 就是我的 愛叔推薦 這是Danny的愛叔推薦嗎 Whatever 我已經 好 就希望大家會喜歡今天的影片 如果喜歡的話 也歡迎在下方留言 或是按個讚 給我一個支持 希望我可以持之以恆 看更多書 然後呢 拍影片給大家看這樣子 那其他就不用問了 我跟你講裡面還有很多東西 其實是我今天影片沒有提到的 我覺得他的幫助也非常的大 所以如果大家真的有興趣的話 就是趕快買這本書回家看 那就這樣啦 我們下次見 大家掰掰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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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